夜天早安 我是黃賢瑜 今天是5月8號 禮拜四 新聞開始我們就要來關心一下天氣概況 瑞萱早 Gino早 大家早 瑞萱 這個雨已經已經下了好幾天了 雖然說有水用是很不錯 但這樣子濕搭搭的天氣 還是讓人家覺得很不方便 那請問今天各地的雨是如何 而且這個美雨封面 又什麼時候才會跟我們說拜拜呢 麻煩你囉 好的 直到美雨封面到今天下午的話 就會逐漸的遠離台灣了 所以今天整體來說 這個天氣跟前幾天相比已經緩和了許多 那麼雖然今天早上出門的時候 好像天氣還有一些毛毛的小雨 不過我們重回坡圖上面 已經可以很明顯地看到了 今天台灣上空的對流已經變得非常少 而且非常弱了 只有在今天早上在桃竹苗地區 還有南投地區會有些小雨之外 在花蓮還有台東都有一些局部性的降雨 不過現在氣象局也已經解除了帶雨特報 所以今天天氣會稍稍地緩和 而且大家出門還是要記得攜帶雨 因為今天其實都還是會有些零星的降雨出現 那麼從地面天氣圖上面就可以很明顯地看到了 現在這道封面還是掛在台灣的上空 不過現在這個雲氣已經變得非常弱 而且水氣也已經減少了許多 那麼今天除了東半部地區 因為位在銀封面的關係還是會有些短暫震雨之外 其他地區都是一些零星的小雨而已 那麼到了今天下午呢這道封面就會逐漸地遠離台灣了 所以明天星期五天氣會逐漸地好轉 不過到時候呢因為北部地區和東部地區還是會下雨 但是其他地區都是轉好的天氣形態喔 那麼到了星期天全台各地幾乎都可以撥雲見日 那至於在溫度的變化上面呢 其實大家今天應該可以感覺到 這個溫度好像沒有像前幾天那麼的冷了 尤其早晚的部分今天全台灣各地都已經回升到了20度以上 那麼高溫的部分呢今天北部地區也來到了25度 中部地區28度 南部地區31度 而東半部地區的話是來到27度 整體來說呢溫度會慢慢地回升 當然未來幾天天氣會一天比一天還要更好 尤其呢到了週休假期全台灣各地都是好天氣 那我們再來就關心到詳細的溫度預測 首先先來看到北北基地區 今天的溫度是在21到25度 當然還是會下雨 所以今天的降雨機率是在40% 再來看到陶竹苗地區 溫度是在20到25度 降雨機率是30%到40% 接著關心中部地區 溫度是在21到27度 降雨機率是30%到40% 再來看到雲家南地區 再來看到雲家南地區 溫度是21到28度 降雨機率是30% 接著往南走到南部地區 溫度是21到31度 降雨機率是30% 接著關心東半部地區 溫度是20到27度 降雨機率是70% 最後要關心到外島的金門馬祖地區了 今天的溫度是在17到27度 降雨機率是30%到50% 那麼關心完天氣之後 就來看到今天的農民曆 今天是農曆的4月10號 要特別注意的朋友是屬雞 22歲和82歲的朋友 那今天適合的事情就是 嫁娶和交易 不適合的事情就是入宅和上涼了 以上的資訊提供給您做個參考 把時間交換給鮮魚 馬來上香港 還記得按摩 從現在飛植 電池 電池